用一个猪衰炮如何完成一场完美犯罪 首先将猪衰炮灌满水 然后把犯人免昏 接着把猪衰炮套在犯人的头上 直到犯人挣扎直至淹死 最后把剩下的水灵在犯人身上 这样就可以制造出在河里淹死的假象 原来胡叔昨晚以送鸡汤的名义 借机来看望丁卯 先让丁卯喝下鸡汤 用放松心情为由 让丁卯抽下用迷药制作的香烟 趁丁卯昏昏欲睡时 在拿走丁卯的钥匙实施犯罪 而胡叔在和丁卯聊天的时候 就提前开始计算时间 等钟声敲响十二下时 正好是午夜十二点 此时的药效也刚好发作 因为钟声可以强化记忆 丁卯根本不知道自己晕了过去 等把王掌柜杀害后 再把时间调回十二点 最后叫醒丁卯 整个作案手法神不知鬼不觉 随后丁卯来监狱看望胡叔 他问胡叔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胡叔这才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二十年前 天津卫的启明村发生过一场大水 活下来的人全部染上了一种怪病 血管凸起 皮肤逐渐溃烂 所有人只能靠抽大烟来缓解病痛 就在这时 兴起了一个叫魔骨道的邪教组织 他们相信世间存在一个圣童 只要找到圣童 就可以让世人远离病痛和灾害 于是为了找到圣童 他们抓了天津卫的所有小孩 让小孩喝下病人的血 如果那个孩子没被感染 就一定是圣童 因为魔骨道危害极大 官府让当时身为总兵的丁会长 还有副总兵的胡叔 以及小河神的师父郭纯 一同前去剿灭魔骨道 但魔骨道中却有一个人通晓邪术 让他们几百名官兵自相残杀 直到牺牲了无数人 最终才剿灭了魔骨道 而那个通晓邪术的人也被关在了特需牢房 但近几年 魔骨道又准备卷土重来 而这次魔骨道的邪术更加厉害 可以让死去的人 变得毫无人性凶残至极 而且一些魔骨道势力 已经悄悄渗透了曹运商会 他们想通过曹运商会的船运 掌握鸦片的货流 让教徒们能够缓解病痛 丁会长下定决心要将他们彻底铲除 于是顺水推舟 摆通管理鸦片馆的王掌柜 在鸦片中混入毒药 毒死了魔骨道的上百名教徒 但没想到 丁卯竟查到了烟馆 还抓到了王掌柜 为了不确保事情暴露 胡叔只有杀人灭口 为了制造新的圣童 他们还让教主和厨子产下一子 而血圆圆就是圣童的母体 自己的父亲是怎么死的时候 丁会长是我杀的 原来丁会长20年前已经达人 为了拯救天津卫 他让胡叔把他绑在玄武巷上 扔进海里 然后再把船开到拜河大典附近 最后解开铁链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拜河大典那天 是因为当年魔骨道的教徒 都是在玄武巷下处死的 丁会长想用自己的死提醒世人 这时丁卯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 但胡叔关在监狱 曹运商会不能一日无主 丁卯只能接手曹运商会 成为新的会长 我就在这天 禁诱出大事了